当乔治和他的女友左依同意照顾他们的朋友科里的狗雷克斯时,他们从未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起初,一切都很好,雷克斯似乎是一只表现良好的狗。 然而,当雷克斯开始对左依展示奇怪的行为时,乔治开始感到担忧。 雷克斯会不断跳到左依身上,紧贴着他,这让乔治变得警觉起来,密切关注他的女友。 他们不知道的是,乔治接下来会发现的事情将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 一天早晨在准备早餐时,乔治注意到左依的手机上有一条消息通知,他把手机放在厨房的柜台上。 无视内心的声音敦促他尊重他的隐私,他解锁了手机并查看了他最后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来自一个未保存在联系人中的陌生号码。 消息上写着,乔治不能知道这件事,我会在合适的时候告诉他。 就在左依下楼时,乔治迅速锁上手机,把他放回柜台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左依对他隐瞒了什么? 随着接下来的日子展开,乔治开始积累他认为足够证据来支持他的怀疑。 左依会在深夜偷偷离开,他对他的行为似乎疏远。 雷克斯对他的异常依恋以及那条神秘的短信被怀疑所压倒,乔治决定联系警方并与左依对质。 雷克斯的奇怪行为是什么意思? 左依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可疑? 事实证明,乔治的最好朋友柯里将出国工作几个星期,无法带上他心爱的杜宾犬雷克斯。 通常情况下,柯里会把雷克斯托付给一个狗狗看护人,但由于一个临时的家庭紧急情况,常规的看护人不得不取消了。 时间不够找到替代者,乔治成为柯里的最后选择,同意在他们家照顾雷克斯。 他来到乔治的家,解释了情况,并几乎恳求乔治能否在一两个星期内带养雷克斯。 幸运的是,在谈话进行到一半时,左依回到了家,乔治和柯里能够直接询问他的意见。 柯里解释说雷克斯是一只老警犬,训练有素,行为良好。 经过一番努力说服,左依足够放心地同意在柯里出差期间照顾雷克斯。 他们给柯里打电话,告诉他他们很高兴这一次能照顾雷克斯。 每个人都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满意,雷克斯也在乔治的家里过得很开心。 然而,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多久。 乔治很快注意到雷克斯开始表现得非常奇怪。 雷克斯在乔治家住了几天后,这对夫妇开始注意到狗的怪异行为。 他会在半夜叫唤或者抓门。 这种新的行为让夫妇担心不已。 以至于乔治给柯里打电话,告诉他情况。 对于雷克斯的行为感到困惑,柯里试图安抚他的朋友们。 他解释说雷克斯已经感到很有压力了,因为柯里不在家。 而这一次,他甚至没有待在他已经认识的狗狗看护人那里。 这一次他在一个新地方与陌生人一起。 这对乔治和左依来说都是有道理的。 他们决定相信柯里的判断。 再过几天,雷克斯开始平静下来,开始像一只正常的狗一样表现。 这对夫妇感到宽慰,但他们不知道这种状态不会持续。 雷克斯恢复了正常,友好的自我后,夫妇开始重新适应他们与这只友善的杜宾建立的日常生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左依正在准备时,雷克斯走进了夫妇的卧室。 左依并没有对狗的存在多家注意,他经常观察他做日常事物。 他继续穿上袜子,只是及时抬头看到雷克斯突然做出非常奇怪的举动,毫无预警。 雷克斯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一跃而至,全身的杜宾犬重量压在左依身上。 乔治的女友感到惊讶,向后倒在床上。 无助和恐惧,他开始尖叫。 声音引起了乔治的注意,他冲进房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他抓住雷克斯的颈圈,把狗从左依身上拉开,并迅速把他赶出卧室,关上门防止他再进来。 绝望的左依要求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柯里,让他紧快回来领走他的狗。 受到雷克斯行为的震撼,乔治试图立即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但他想起柯里曾提到自己几天内无法接收到手机信号。 然而,左依决定暂时与雷克斯保持距离。 唯一的问题是,雷克斯坚决不愿离开左依身边。 相反,他变得异常亲热,并始终试图与左依在一起。 经常,这只狗会躺在沙发上的左依旁边,甚至把头放在他的肚子上。 这种行为引起了乔治的好奇心,促使他思考是什么导致雷克斯对左依如此奇怪的行为。 根据他与柯里的对话,乔治知道雷克斯曾经是一只警犬,在多年后退休了。 柯里在雷克斯退役后收养了他,乔治所知道的就是这只狗曾在机场警察工作。 由于无法联系到仍然无法接触的柯里,乔治决定从基本的东西开始,通过在网上研究关于警犬在机场扮演的各种角色。 他对所找到的信息感到惊讶,并开始深入研究涉及其他退休警犬的案例。 第二天,在从互联网上搜集了数小时的信息后,乔治继续他的搜索。 乔治注意到左依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他避免眼神接触,更多地独来独往。 一天早上,乔治在左依的手机上发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加剧了他的怀疑。 他决定带着雷克斯跟踪左依,只是雷克斯待在车里。 乔治焦急地观察着,想知道左依在干什么。 他离开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回到车上开车回家。 乔治匆忙赶回家,在他之前到达,想以正常的方式迎接他,避免引起任何怀疑。 但是乔治无法摆脱对神秘短信和左依的秘密行为的思考。 他开始在家待的时间减少,经常忘记给雷克斯喂食,并总是准备好各种借口。 而雷克斯却不使事情变得更容易,他经常用头蹭左依的腿,每当他坐下来就跳到他身上,让他感到烦躁和紧张。 事情正在失控,乔治刚回到家就发现左依又不在,雷克斯又咬化了沙发的靠垫。 乔治正在清理混乱时,手机开始响起,他犹豫了一会儿才接电话,辨认出另一端的低沉男生。 声音听起来奇怪地熟悉,像左依的一个朋友。 当问到是否是他在照看雷克斯时,乔治最终回答,是的,是我。 回答立即而严厉,警告乔治停止调查,表示他已经陷入困境。 电话突然结束,让乔治感到不安,心中充满更多问题。 乔治震惊地凝视着他手中的手机,想知道这个陌生人是谁。 几个小时后,当他回到家时,左依正在等待着他,而他显然对沙发的状况感到不满。 他问他整天都去哪里了,但乔治不想透露全部真相。 他模糊地提到自己一直在跑步,但左依迅速指出他不可能整天都在跑步。 讽刺充满乔治的思绪,他对左依对他的怀疑感到愤怒,心想,他怎么敢这样对待我。 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着雷克斯和沙发店展开,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表面之下潜伏着。 乔治几乎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他独自去了加油站。 当雷克斯焦虑地在房间里躲步时,他的耳朵竖了起来。 突然,他愤怒地吠叫起来,冲向前门,打断了他们的争吵。 乔治和左依交换了震惊的眼神,意识到雷克斯表现出这种方式一定意味着出了大问题。 乔治命令左依上楼,他顺从了,感觉到即将发生可怕的事情。 乔治检查了门铃摄像头的录像,看到一个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的陌生男人站在前门外,他用力敲门,要求见左依。 经历了几天的极度紧张后,这对乔治来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知道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免事态进一步失控。 尽管雷克斯在前门处疯狂地吠叫和咆哮,但乔治意识到他自己无法独自处理这个问题。 既然这个吓人的男人正在寻找左依,最安全的做法似乎是报警。 与此同时,楼上,左依躲藏在卧室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 好奇心战胜了他,他决定冒险出去亲自了解发生了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捏手捏脚地走到楼梯顶端,偷听楼下的喧闹声。 他听到的让他彻底震惊。 他难以置信地听到乔治在楼下打电话。 从他所能听到的内容,他正在与某人交谈,很快提到了要报警。 有一个陌生人在敲他们的门,这让他感到担忧。 然而,他感到宽慰的是乔治正认真对待他们的安全。 他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就会揭开事态背后的真相。 几分钟后,他听到警车的声音越来越近,表明警察已经到了。 然而,陌生人的踪迹依然不见。 乔治有门铃摄像头的录像可以向警察展示,他想知道左依对他们的到来会有什么反应。 然而,警察的来访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陌生人。 乔治向警察透露了他对左依行为的担忧。 在卧室楼上,雷克斯跟着他,左依听到乔治在喊他的名字。 他犹豫了一下,享受着床上雷克斯带来的安全感。 他想知道入侵者是否还在附近。 然而,乔治又喊了他两次,告诉他警察已经到了,他们想和他交谈。 他不情愿地决定下楼。 他以为这和陌生人有关,但他即将发现自己的错误有多么大。 当左依下楼时,雷克斯紧紧跟在他后面,他看到两名有些困惑的警察。 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怀疑表情看着他。 他变得紧张,问乔治发生了什么。 这和那个陌生人有关吗? 他听到的回答让他难以置信。 乔治尴尬地解释说,他之所以联系警察,是因为左依的行为越来越可疑。 他透露他已经发现了雷克斯作为机场毒品检测犬的过去, 并且似乎雷克斯对左依的反应就像他在有毒品存在时一样。 然后,他告诉他,他知道他那次不寻常地去加油站的事情, 并且他无意中看到的那条短信让他更加怀疑。 他表达了他想要知道他对他隐瞒了什么的愿望。 左依怀着失望和愤怒的心情盯着他的男朋友, 他刚才说的一切让他感到受伤和愤怒。 他怎么可以根据这么少的证据就得出如此巨大的结论? 他认为他与毒品有关,而他一直在查看他的手机和跟踪他。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甚至不是他们的狗表现出的一些奇怪行为。 好吧,他决定会告诉他真相。 左依叹了口气,沉入椅子里, 无法相信乔治竟然把警察牵扯进这件事中。 我会告诉你真相, 乔治,因为这太荒谬了。 他说道, 无法掩饰对他荒唐指责和侵犯隐私的伤害。 他开始解释说, 他读到了一篇关于一直能感知主人怀孕的狗的文章。 他开始怀疑这就是为什么雷克斯表现奇怪的原因。 所以他开车去加油站买了个怀孕测试棒。 令他惊讶的是, 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他怀孕了。 然而, 他因为家族有早期流产的历史而感到害怕告诉他。 他希望在度过风险阶段之后再告诉他。 当他说完的时候, 房间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乔治为自己的指责感到非常内疚, 尽管警察向他们表示祝贺, 但显然他们对乔治的行为并不满意。 雷克斯依偎在左翼身边, 他抚摸着他的耳朵以获得安慰。 他希望他和乔治能够度过这个考验, 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 有只狗被困在冰冷的水中, 他挣扎着但无法摆脱。 他即将耗尽体力, 有人会救他吗? 他发生了什么事? 生活充满了惊喜, 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即使你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应对所有可能性, 还有很多事情你无法想象。 对于爱沙尼亚的工人来说, 他们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然而, 一个难忘的故事发生了。 三名爱沙尼亚的水坝工人 在一片被冰封的湖中发现了一只被困的动物。 当他们靠近时, 他们意识到那是一只狗。 它在冰冷的水中无助地挣扎。 尽管筋疲力尽, 但它无法从中逃脱。 这些工人知道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其中一名工人在冰面上清出一条通道, 以便他们能够尽快接近那只狗。 他们将它从河里拉了出来, 用一条温暖的毯子裹住它。 直到那时, 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只多么漂亮的狗。 它有一双明亮的黄色眼睛和浓密的毛发。 正是因为这浓密的毛发, 它才能在冰水中坚持那么长时间。 这只狗既不咄咄逼人也不野生, 所以工人们把它带进了汽车里让它暖和起来。 然而, 这只狗一直在发抖, 情况非常糟糕。 尽管它被解救了, 但它仍然处于麻烦之中。 它的体温非常低, 可能会发烧。 这些善良的工人停下了工作, 打电话给当地的动物医院。 医生告诉他们尽快把这只狗送到医院, 然后他们把狗放在腿上, 开车去医院。 在这段时间里, 狗非常温顺。 它在工人的腿上睡着了, 闭上眼睛的时候, 它看起来超级可爱。 在医院里, 兽医给它做了体检。 然而, 它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兽医无法确定它是什么动物。 它们打电话给一名当地的猎人, 这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准确地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令人震惊的是, 这位猎人说这不是一只狗, 而是一只一岁大的狼。 所有的工人和兽医都感到惊讶。 实际上, 它们知道这只狗看起来与众不同, 但没有人怀疑它是一只狼, 尤其是三个建筑工人。 它们没有用任何约束把它放在车上。 这只野生的狼完全可以伤害甚至杀死它们。 但它没有这样做。 这只狼非常温顺, 没有攻击任何人。 也许是因为它太虚弱了, 或者它知道这些人救了它。 当然, 这个发现是一个惊喜。 兽医们把狼放进笼子里, 因为狼是一种凶猛的野生动物, 保护自己的安全非常重要。 狼在笼子里很听话, 服从医生的安排。 它在兽医的照料下恢复了体力。 最后, 当它完全康复时, 人们决定将它放回野外, 因为那才是它应该生活的地方。 为了确保这只狼在野外安全, 爱沙尼亚国家环境局给它配备了一个GPS项圈 以追踪它的位置。 在释放它离开笼子后, 它迅速逃跑, 消失在白雪中。 这些工人向它告别, 结束了它们的故事。 一个月后, 这只狼在野外再次被发现, 身体状况完美, 距离释放的地方只有70英里左右。